词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陈佳荣 大家好我是湛文彬 欢迎收看由PanasonicCooking赞助的 幸福年菜道厨艺 新年快乐恭喜恭喜 今天是小年夜啊 也就是还有两天的就过新年了 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 那对于新年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对呀太好了 你看每个都穿得非常有新年喜庆的味道 真的红彤彤的 对好几个红包在这里 那希望大家今年红包拿得多一点 当然一定会的 而且大家都是大发大望 还有我们珊珊来迟的美琪 美琪 美琪你怎么这集才来啊 有一句成语叫好料成底 那我好料今天才来 今天有两个人陪她成底 我是其中一个 你们看我们两个像不像兄妹 对你们终于找到失善多年的妹妹和哥哥了 我们有交换下彼此的绅士了 终于团聚了 所以我们欢迎美琪来到我们的现场 这里呢我们要互相的来拜年 好 但是因为我们是美食节目 所以今天的我们的祝福语一定要跟美食有关 美食 我先来 来我觉得就祝大家健健康康 然后呢都可以吃得苦苦生威 伸龙火虎 很好 这个吃相非常好看 来 Devi呢 Devi呢 我祝大家吃出健康然后喝出和气 哇 太厉害了 来 大多人说 我祝国民风潮一顺平平安安 对很重要 平平安安最重要 来美琪 因为我们是客家人嘛 我们就说客家话说 祝大家太吉太利大吉大利 很好很好 非常好 那我就压咒了 你知道呢我觉得要吃很多东西的话 你的肠胃要很好 健康很重要 所以呢通畅无阻最重要 哇 钱财也是通畅无阻的 对什么都是横财救手就对了 耶太棒了 但是那小年夜嘛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我们的两位家厨跟新厨 到底会给我们制作出 怎么样的一个料理呢 对 我们先请我们的评审经理团就做 好 那紧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要介绍今天的家厨出场了 他就是表弟 林冠金 表弟好 表弟好 现在呢是时候要介绍我们的新厨入场了 他就是我们的陈启康师傅 启康 欢迎启康 当然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小年夜 也要请我们家厨和新厨的和大家说这几个吉祥话 我们先请表弟 来 公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事顺心顺意 哇很重要 耶 太棒了 来 启康 来启康 公祝大家 新年多多次都不怕 哇 这句话真得我心 真得我心 马上呢我们就要进行着第一回合的 诶不知道第一回合 表弟 跟我们的启康师傅 你们带来的这个料理是什么呢 来表弟 末斗 末斗 就是 索洞 对 我觉得也是用花枝 来做一个丸子的东西 丸子的东西 所以呢今天呢都是跟我们这个 索洞末斗有关的食材 非常非常的期待 好 那我相信大家都准备就绪了 那我们就可以开锅煮饭啰 豆粘菜 我们有家厨表弟和新厨 启康 比赛正式开始 这一次来当然自己有自己想法 我说我做我自己的味道 食材做得不错的话 应该也不会差到那里去 最后来讲还是有点小紧张的 我们还是要对得起我们的专业 我会把食材可能融入更多的严肃进去 去让它的层次会更加的凸显出来了 今天我们的家厨表弟呢 要做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索洞丸 嗯 我们就是要切小条 那么我们要让它去搅 哦 就把它 重要的是我们做末朵了 要骂到它干身 索洞丸如果要做好的话 那个末朵一定要骂到很干 没有水分 完完全全没有水分 那么搅出来的末朵就会很Q弹 我看到它的收洞就 就是这么多啊 没有骂到什么干就下去搅 肯定的我的收洞丸的口感 一定比它的Q弹 我是知道有这个情况发生的 所以说我的外层的话 会加上一个叫做珍珠米炭 它会锁着外面的一个脆度 然后它又不会锁太容易的软化 然后它的颜色和美观 它都可以达到一个经验的体现 这一台Panasonic food processor 非常好用 打肉碎 快捷方便 它可以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 你可以自己调 同时它也有自动 它周身刀啊 就是我们说周身刀 就很多刀片 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料理 比如说蔬果 肉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处理这个自动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松东华拿出来做下一次的步骤 所以这个是什么 其实这种是我们红色的叫做我们叫珍珠米糠 主要是来用来炸 就是说裹着你要的东西 它外层的那个有脆脆的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比较常见的就是那种米糠 面包糠 这种的话呢它其实它是那种去米这样的 其实有点类似像沙漠的 然后这边因为其实我里面有做苏东丸的一个馅料 它那些的话呢我就先做一个栗子的一个cream cheese 所以里头是苏东 然后包裹栗汁 是 所以说它里面在吃的时候 它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更新鲜的味道出来 这个的话是栗子的汁咯 这个就变成是那个苏东里头的那个精细 是 小精细 我是想栗子能不能融进这一个菜色 所以我会把起司跟那个栗子来去做一个融合 让它的味道更浓郁 所以说完就没有这样重的口味 反而是在它的内线带出来它的那个经验出来了 哎呀 不知道那边怎么样 我过去看一下 可以 家荣哥 来试探俊情对不对 怎么样啊 完一切非常的顺利 非常的顺利 面包哦 对 所以这个面包是外层裹的吗 对 外层裹的 裹着这个做东丸 你们这边裹的是这个面包 然后我们那边呢有个特别叫做珍珠米糠 珍珠米糠 表弟你知道吗 我不听我听这听到 真的哦 我也要过去来看看一下 来来来来 现在在准备酱料吗 对 我们这里会有一个小惊喜 你们星属董事有很多惊喜啊 这个小惊喜 好啦我现在就曝光 就是荔枝 有用荔枝 对 通常我们吃那种包酱丸有没有 里头会有那个包酱啊 酱汁这种 这个里头的就是这个 起司跟荔枝的搭配 起司和荔枝的搭配啊 很难想象这个味道 对 你们有听过吗 苏东丸跟这个荔枝的搭配 苏东丸跟荔枝啊 这个我真的没有试过 因为我也是一个就是 苏东的一个爱好者 对 但是好像你在这边 在念试那时候已经可以修到 它那个荔枝的倾向在呢 这个是在做它的酱汁吗 是 酱汁煮好了之后 最后才把那个荔枝肉倒进去 然后我们也是要提前去 冷冻的过程了 我们先做起来 送起来 是完成了 我有听到我表皮那边啊 哇那个胖胖声 我要去帮忙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过来 因为我之前为了我的孩子 我就亲手去做鱼丸 手打鱼丸 手打鱼丸 打到之后我跟你讲 我就做那么一次而已 之后我就说算了 在online哪里有人在办手工鱼丸的 给我contact 我先洗个手 因为我特别想要感受一下 打这个手动玩的感觉是吗 对 没有 我想要感觉一下它的这个texture 对 ok 我这还想啪一下 啪啦 啪的话就是直接这样 直接 打 丢 抛 打 啪 哇 可以啊 可以耶 我跟你说我啪过鱼丸的啦 所以很有经验哈 就那么 那么 哇 一次其实还可以的 佳蓉哥 我问你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拍打吗 这个显示一个男人的力度 这样代表在你知道吗 显示我这个手臂的这个能量 哎呦我刚已经学回来了 启康师傅告诉我就是要起胶 对让它有胶 对 起胶了它就可以粘在一起 然后你在做那个丸的时候 它就有那个固定那个形状 就更容易做了 现在也期待满满的 我现在先下场 然后准备一下我的这个布置 对 记得哦 等一下我就来吃 好 要幸福哦 嗯 阿俊我们现在做酱料咯 做酱料 对 我想要看一下那个酱料 你们是放什么酱料 主要的就是有炼奶 炼奶 对 所以现在要加上 柠檬汁 柠檬汁 这样子来去提味 今天我们的家厨和新厨 准备的第一道料理 已经完成了 由我们表弟的酥炸周冬丸 还有我们 启康师傅的神级苏冬 第一道料理 评审们已经开始了 哇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的 在非常非常的想看看 想尝到这个味道 但是我们还有第二道菜 是 那第二道我们的新级厨师 是我们的吉康师傅 会带给我们什么料理呢 我们今天会做一个柚子烤拳鸡 柚子烤拳鸡 但听名堂就觉得哇了 对 我们的家厨呢 表哥今天会带来 第二道料理是什么 橙子鸡扒 这道菜的由来的是 其实是我们家家夫妇 每逢新年都会买很多的 粥啊 鱼啊 海鲜的这些菜 想到橙 等下做料理的话 并没有想到 把它做一个橙子鸡 或者柚子鸡 或者柚子鸡 橙子鸡扒 哇他带来橙子鸡扒 你就叫他表哥啦 你不是叫他表弟了 哈哈哈 好了现在我们第二回合正式开始 哇哦 柚子烤拳鸡 所以首先要准备什么 我们先来做腌制鸡 和烤鸡的一个调味料 主要这些黑胡椒 其实黑胡椒也是很看 个人喜欢的 其实我可以放很多 黑胡椒它主要它的整个 在烤出来过后的香气 也不会是说太咸啊 还是什么的 烤鸡对我来讲 也算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我认为一道菜它不仅仅是一样的味道 就是有些东西我们会一直在想 怎样让一个味道变成更加多的层次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想的东西 直接进行上去 让它沾满 蛋液的事情 我们今天的调味料分成两半 明白 就是内外都要裹上 然后剩下的就是外层的了 外层 现在就是跟鸡按摩的时候了 没烤鸡的话 嗯 要让它休息一点 我们连它的脚也绑起来 好 所以说今天我们加了 华人新年的严肃进去 可能你可以看到橙啊 柚子啊 柚子啊 对 其实它还是会有那个 新年的气息在的 全鸡放上去的时候 我们也会再放上一些那个 油 嗯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烤了是吗 是我们现在就要放进去 好 OK 因为这个我们用的这个是 Panasonic Big QB oven 因为它的容量够大 所以说放1.2kg到1.5kg的 全鸡都不是问题 然后呢 在蒸烤的过程里 整个QB oven 包括顶部 都有超高温的蒸汽持续加热 可以让食材快速受热 水分分离不会回正 就像一种干蒸的效果 食物表面不会积水 蒸烤出来的鸡肉表面熟去 里面软嫩多汁也更健康 OK 我们差不多了 这个粉哦 尽量的粉末 我们就 抖 对 抖出来 就不要沾太多的 对对对 硬坏的粉末 哦 好 现在我会是做酱汁的部分 因为只是我把烤鸡放进去烤箱了 过后我的那个 酱汁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做好了 因为烤鸡整个要整45分钟 所以你们准备酱汁 对 加点柠檬 对 它不会单挑的橙汁 OK 哇 齐康师傅的那个导工是 非常的幼 最主要是整个口感 我们要觉得它是在酱汁里面 哇 这个切得很幼耶 我在家里肯定没有办法切到这样 文斌啊 我们现在在做酱料哦 这么巧 我们也是在这个酱料耶 所以现在在炸着这个鸡扒 然后呢同时都做酱汁 我们叫橙汁鸡扒 所以现在是在炸着那个鸡扒 对 所以现在准备橙汁 因为橙汁鸡扒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橙汁 其实橙汁吗 单纯的橙汁 这里加了多少颗 这里两颗 这个白笔香也放一点 白笔香 对 这个味道也很香 很多的香料就是这样累积起来 我们那边也有很多香料 是吗 我要过去看一下 来来来 我觉得你们这道柚子烤泉鸡 这用料是非常丰富的 你看单单你们在桌上的准备的 又鲜艳 然后呢用料又非常的交锋也语 味道口感上可能会比较多层次感 对 刚才我们烤鸡有放了很多的香料去裹着 然后还有放了一些洋葱 然后那些灯笼椒 这样子要它那个香气跟那个蒜米的味道 然后这里呢 这个酱汁就有很多的这种比较泰式的 然后又再加上柚子跟橙 对 我就觉得很多风味搭在一起 觉得说家厨和新厨的差别 在于尤其是齐康的这个做法 它是很华丽的 就是用料呢非常的丰富 这个色彩很鲜艳 对 那你看我们今天做的表弟做的两道菜 其实呢它是很朴实的 对对对对 朴实中带有一点点的繁华 现在已经快完成了 我也要去看表弟那边做了怎样 好 现在齐康又要说些什么 然后啊我就是要做Juice 哦 很多人呢会用手去炸果汁 或是一般的Juice Blender 但是假如说用Panasonic的SlowJuice 好处会更多 我们这边的话会是 可以直接把橙子揪进去先 然后我们就开店 是 可以再加入都过去了 我们可以一直再下 吃饭 Panasonic SlowJuice呢 因为它脚动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说它可以保留大部分的营养 跟Juice会更健康 嗯 然后可以 这个的话呢 一般的果汁鸡打出来的层次呢 会分成两层颜色 一层是果汁一层是水 但是因为它已经氧化了 这个就不会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用到这个果汁 嗯 然后再加回我们的酱汁 搅拌它 这样子已经是完成品了的了 嗯 就是避免它这样过了 就是要 OK 哇 美琪你看 很香 这是酱汁的部分 给你闻一下这个酱汁 让你猜一猜里头有什么 有新厨的爱 新厨的爱可以闻出来吗 我一直讲不出来那个东西 这个叫什么啦 这个这个 这叫风干叶 它旁边的粉红色这个 这个叫姜花 对对对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是不是 有没有像阿桑拉萨的那种 有一点泰国或者是阿桑那种 泰式那种 对 但是我没有看过泰式跟柚子做结合 是 所以说它结合了很多的元素 所以说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元素 有一种菜是很好吃的 叫做抢的菜 抢的总是最好吃 对就稀有那种就特别想要吃更多 哇 所以等这个拳击出来 我要第一个来抢 你没有闻到味道 我觉得它闻香而至的 就是每期了 猎人的嗅觉都很敏感 对 我发现表弟做的料理呢 虽然很朴实 但是有滑 朴实有滑 对 因为有一句成语叫朴实无滑 朴实无滑 所以它虽然很朴实 但是很华丽 它的华丽不是在外表上面 现在我觉得那个 不管外在内在呢 都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马上进入我们的 试吃环节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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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回到八十年代了是吗 没有八十我还没出生你的你的通年 哈哈哈哈 那经过了一番舌尖上的抨击 不知道我们三位美食鉴定团 他们里头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我们先从苏东料理开始 你的幸福会指向家厨还是新厨 哦 也新厨 从那个颜色 然后到它咬下去那个口感 然后这个神秘的惊喜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艳 很惊喜的感觉 里头有这个荔枝的味道 打赌Ringo又怎么看 这个真正有点特别的一种感觉 这个传统 比较来讲这个酥脆很传统 如果我来讲这道呢 我给我们家属 恭喜表弟 那现在太紧张了 1比1 所以美琪你这一票好重要 首先先这一道就很Instagram 就是非常可以摆上台 这个就是家常 很像是家里的妈妈婆婆煮的菜 但是呢 我的这个新属的这一票是要给 好紧张啊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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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紧张啊 你要嫁给谁的 耶 恭喜表弟 我会给表弟有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酥脆度呢 就像刚刚达豆友说的 还是可以维持这么的脆 传统 这一回呢是传统了 略胜一筹了 对 没错 再次恭喜表弟 再次恭喜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回合 这个从那个鸡的味道 然后到它的那个酱料的配法 真的都是我喜欢的 今天我第一次这么喜欢 祝福 谢谢 柚子烤拳鸡 烤拳鸡 恭喜齐康师傅 来 再来 表弟的鸡扒 其实它就是家庭 它有那个妈妈的感觉 这样我就讲这个Chef 它的就是南家话点缀 加上了柚子的甜酸味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可以代表马来西亚的 我今天 哇 这一票我们给了清楚 美希呢 又到我做这个两男的角色 我先说这个橙汁鸡排 刚刚我一吃我就觉得是童年的味道 但是我要说 我对这道菜非常的为之惊艳 因为它的这个调料呢 所有的食材的运用 我觉得很有层次感 所以我的分数 这个幸福值就 给到新厨 好 耶 那第二回合呢 就是这个柚子烤拳鸡 由齐康师傅获得啦 没错 幸福指数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呢 各有千秋啦 没错 就是有传统的味道 朴实的 当然也有很叠出心裁的 总之我觉得在心里里面呢 就是 不管是传统的 是崭新的 其实相得益彰 就在里面呢 都让一家 各有所需 每一个家庭团员都满足到 对 最重要就是大家和乐融融 对 这是重点 那今天是小年夜啊 没错 所以我们再次 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拜个长年吧 恭喜恭喜 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一 相体健康 呦呼 下个星期 继续有 Panasonic Cooking 赞助的 幸福年菜 豆厨艺 我们开动啦 大家一起来吃吃 耶 哇 这真的太好吃了 其实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有学习到蛮多新的东西 还有就是评委给的很中肯的评语 在这些专业厨师上 我学到很多 我们也会懂得如何去跳出框框器 看了每一道的食材 真的在他们身上 真的我学到很多